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金华视频版节目 今天新闻焦点的关键词 毫无疑问就是中俄 尤其是俄罗斯 因为我们很有可能正在见证 就是百年大变局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我们先和大家来看一张图 这是今天俄罗斯股市的走势图 我估计可能每个人看到这张图 脑海里都会本能地跳出一个词 就是崩盘 下面其实还有第二张图 是莫斯科交易所今天的走势图 所以大家看到吗 几乎一根直线的往下跳水 所以大家一定会问说 俄罗斯究竟发生了什么 还为什么会他的股市证券 都出现这种断崖式的跳水呢 为什么墙内的粉红网军们 现在却是一片的狂欢 说这是中俄联手摧毁美元霸权的 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 而在墙外你看见就是完全相反 就是认为说这是一个 给我20年还你一个90年代的俄罗斯的重大的历史事件 其实还有一个说法说 给我20年还你20个俄罗斯 意思就是说可能俄罗斯要解体了 当然就是说是不是真的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他就带来一个问题 俄罗斯现在真的是正在崩盘之中吗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干净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远见快评 我是唐靖远 在今天呢 俄罗斯的央行是发布了一份重磅的声明说 就从今天开始 俄罗斯的证券交易所将不再使用美元和欧元 进行外汇和贵金属的交易 此外呢 在股票和货币市场 以及标准化的金融延伸工具市场 莫斯科交易所也都不再使用以美元和欧元 来结算的金融工具去进行交易 这个就是可以说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脱钩了 对吧 不用美元和欧元来交易 它当然就自然会转向去 以这个人民币为主体货币的去进行交易 那么俄罗斯央行的这一纸声明 它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但是呢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转折并不是普京他真正想要的 不是他主动想要的 这个只是他在美国的严厉制裁之下 迫不得已的一项丢居保帅的一个自保的决定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话要从昨天说起 在昨天呢 美国的财政部是有宣布了对俄罗斯 实施新的一揽子的这个制裁措施 目标呢 是包括这个俄罗斯的金融系统的组成机构 以及为俄罗斯的黄金供应商去提供原料 还有支持俄罗斯的武器制造的一些跨国网络等等 当然就有所指了 对吧 其中呢 说这个莫斯科的正确交易所 及其下设的国家结算存管公司 以及国家清算中心等等 全都被列入了制裁的名单 当然我知道可能很多朋友啊 对这个说制裁俄罗斯早就听得有点麻木了 对吧 就是从这个战争爆发到现在 已经有过记不清是多少次的对这个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了 但是这一次的制裁 它真正的威力所在呢 是二级制裁 也就是说在这一次的制裁之中呢 它原本是被视为俄罗斯国防部门的 大约是原本只有1200多家实体的名单 这份名单 一下子在这一次暴增到了4500多家 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起 如果美国的财政部发现了任何一家外国的金融机构 跟这4500多家这份名单之中的任何一个实体有交易 或者是代表这些实体去做事情 去这个就是干事儿吧 它就会受到美国实施的二级制裁 这个矛头它其实当然就是冲着中共为首的一大堆 援助俄罗斯的那些金融机构而去的 对吧 此前我们都知道和大家也提到过说 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 他们曾经有刊发一篇独家报道 就披露说 普京呢在上个月访华的时候呢 他曾经对着习近平提出了三大要求 其中之一呢 就是要求要大幅度的加强中俄两国的金融机构之间的 这种联系与合作关系 但是呢 这个习近平他为了保护与俄罗斯 有业务往来的一些这种中国银行 他仍然没有满足普京的要求 就说明这个习近平对美国可能实施的二级制裁 其实是非常惧怕的 那么在昨天美国这个新的制裁令出台以后呢 俄罗斯他为了保住他的军工系统 依然可以获得外来的援助 所以就不得不丢居保帅了 就是说他宁可遭受重大的损失 他也不得不选择停止与美元和欧元来进行交易 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说防止这种二级制裁的对象 暴露在美帝的这个火力范围之内 你不用这个美元欧元来进行结算 你用人民币去结算 那美国这个制裁就制裁不到你的头上去 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这个举动他的确就是一个重大的脱钩 刚才我们说了 他是俄罗斯的经济与美元体系 至少是一部分还不能说是完全啊 但至少是相当大一部分的这个脱钩 但是严格的说呢 他其实只是一种被迫的防守的措施 他与这个我刚才说墙内的很多网军 现在在狂欢说什么中俄联手撼动美元霸权 这种进攻性的去美元化 其实完全就不搭边 他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也就是说呢 说白了 并不是俄罗斯他不想使用美元 他不想要美元 恰恰他特别需要美元 他只是在不得不说 不能够用美元欧元来进行交易 和遭受二级制裁这两个选项之中 他只能够二选一 所以他没有办法两害相较取其轻 他就选择了前一个 我就不用美元和欧元来进行交易了 仅仅是如此而已 因为一旦这个二级制裁发威 那么中共给俄罗斯那些输血的管道 全部都会被切断 就是中共的那些银行也都跟着要被制裁的 俄罗斯的整个的军工经济体系 他就可能面临着一种坍塌 真正的面临着崩盘 那么普京的这场战争 他就没有办法打下去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举动 他会给俄罗斯整体他自己国内的名声 他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这个冲击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 是从苏联解体以来没有过的 首先第一个呢 由于美国实施这个新的制裁呢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在我做直播之前最新的消息 是包括俄罗斯最大银行之一的Rosebank 还有就是俄罗斯第三大银行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 包括和克里姆林宫那些精英阶层有密切联系的 最大的私人银行叫做阿尔法银行等等 在内的诸多的俄罗斯银行 现在都出现了一种状态什么状态呢 全都禁止储户登陆不开门 说白了就是银行不开门 为啥不开门呢 因为他不敢开门 现在大批恐慌的这个俄罗斯人 都是排的队的在进行这种挤兑性的提款 那么这些银行他们可能都没有足够的流动性 来应对这种客户的提款 所以只好装死我就干脆把门关了 我不给你开 那么现在莫斯科交易所 他放弃美元和欧元 其实使得俄罗斯的第三大经纪公司 我们看到现在是立马就停止了 欧元和美元账户的所有的提款 就是直接给你来应的 一般不让你提款了 说明他的经济已经快撑不住了 然后我们看到在网络流传的一个视频显示 在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的民众 立马也就排起了长队去进行提款 干什么呢 把它换成美元或者是换成欧元 当然尽管我们看到现在在俄罗斯其他有一部分的金融机构 仍然是可以说继续的交易来兑换美元和欧元 而且俄罗斯央行也立即来出面 就向公众许下一个口头的承诺说 保证你们的存款都是安全的 但是俄罗斯民众的信心显然是已经严重的动摇 因为在莫斯科交易所停止美元和欧元交易之后 它就意味着所有的这些相关的企业和投资者们将不得不进行场外交易 也就是说双方去绕过离开美元和欧元区进行直接的交易 而且央行上表示说他们将使用场外交易的数据来设定官方的汇率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它说明什么呢 它往往就意味着一件事 就是俄罗斯的那个卢布啊 他们那个钱将会要大幅度的贬值了 这个汇率可能会出现剧烈的变动 那么黑市的外汇交易可能将立马活跃起来 而且可能那个黑市的价比价可能会飙升的 换句话说 俄罗斯人的财富呢 可能将会要大幅度的缩水 严重的通货膨胀啊 经济危机等等可能陆续就要到来 正是因为考虑到了在近几十年来这种卢布贬值 它不断出现这种周期性的危机 所以现在许多俄罗斯人第一时间做出的反应 就是赶快跑到银行去 把他们一部分的储蓄赶快取出来 兑换成这种美元或者是欧元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刚才那些镜头 包括很多银行它干脆就关门 根本的原因就在这 所以在这里我们和大家去分享一个这个数据 就是现在俄罗斯它有多严重呢 根据俄罗斯央行部门的负责人 这个人叫做特雷马索夫 那他就表示说 俄罗斯联邦的这个中央银行啊 他将在七月份再次考虑 把基准利率要提高到17%到18% 然后他同时还承认说 现在俄罗斯的通胀率呢 目前他已经接近预测的上限是4.3%到4.8% 但是我现在看到的还有这个其他的说法 说实质上现在俄罗斯的通胀率已经达到8%了 所以它就带来一个问题 大家想想稍微有一点点这种 就是金融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 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基准利率 它都已经提高到了17%到18%的程度 它却依然都还存在着大概5%左右的通货膨胀 这5%可是他们官方自己公开承认的 真实的数据可能其实还是更高 它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它就只能够说明以下几点 首先第一个通货膨胀的压力 它不是很大而是相当的大 第二点就是整个社会上的这种需求 严重超过了供应 那么物价飞涨 资源短缺等等这种日子 可能很快就要到来 第三点就是政府的过度的支出 或者是整个俄罗斯政府的财政的赤字 已经快难以为及 要快撑不住了 其次呢我们看到这个莫斯科交易所 它暂停美元和欧元交易 它必然会导致普京 它就去转向人民币 把它作为这个交易结算的主体 对吧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 它就会使得普京对中共的依赖是更深的 那么中俄双方在经济层面 或者说在战略层面的捆绑是会更紧的 但是呢双方捆绑的更紧 并不等于说中共它就真的会 全面去为普京买单 对吧 我们知道中共的这些银行 它可能会反过来 它会更加谨慎小心的和俄罗斯去保持距离 因为这次这个二级制裁 这个已经出来了 所以刚才所说的 有一些这个网军在欢呼说什么 中俄联手可以这个颠覆美元霸群等等 其实基本上呢 它就是大内宣 在这个愚民洗脑进行自嗨而已 大家想想 如果说中俄他们真的是有这样的实力 可以取代美元 那习近平和普京他们早就这样干了 他还用等到今天吗 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在干什么 他是拼了命的用大量这个就是给予非法补贴的方式去刺激出口 是吧 甭管是电动车也好还是太阳能 搞这种在海外去进行大量的倾销 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做 就是因为他其实自己也都是急需美元 急需欧元等等这些硬通货 以人民币目前在这个全球支付货币之中的交易 他占的占比例是多少呢 仅仅只有4.7% 说以这样的一个体量 你就想要取代美元和欧元 那可以说就是一个笑话 要知道就连人民币自身的价值 现在都是靠美元来锚定的 而且呢这个习近平如果说他真的 现在他就宣布人民币和美元脱钩 那么我觉得保证这个人民币 立马就真的会变成民币